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情感电视剧竟成命案导火索 今日说法2016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之最后一根稻草即将播出 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尝试风景 三分构图法则让帮头光影定格永恒瞬间 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批波展浪突破其限 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就死不生 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 却需要对的方式 2016世界家庭日 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位于上海 苏州 昆山之间的三角地带 是长江三角洲的一个经济重镇 2013年6月23日清晨 张浦镇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电话里男子的声音十分微弱 警方进入报警男子的房间就见到一名男子瘫坐在地上 浑身是血 倚着墙十分虚弱 微弱的声音几乎无法听清 他颤抖着伸出手 指向朝北一间半虚掩着房门的屋子 十几平民的小房间里 地面上床单上都是血迹 进去一看 里面满地的血 一名女子躺在床上 检查了一下 已经没有气息 应该是死亡多时 一名年轻女子躺在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上 上半身盖着被褥 民警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 眼前的一幕更加令人震惊 这名女子身上盖着被子 我们把被子掀开之后 看到她应该是腹部隆起 目测下来估计怀孕有六七个月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3年6月 江苏省昆山市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当凶手的身份被证实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由于报警男子神情恍惚 已经出现半昏迷的状态 无法说清发生了什么 警察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案发现场是一个富士结构的四室两厅群租房 发现尸体的是楼下朝北的一间屋子 另外几间屋子还住着其他四名男子 为查明真相 警方在现场对四名男子进行调查 昆山当地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制造业 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发生案件的群租房里居住的 都是在同一个工厂打工的同事 警方从其他租客那里了解到 出事的房间是报案人刘某居住 而死者则是刘某的妻子乔丽 法医勘查后发现 乔丽死亡时间应该在前一天的下午 从事发到报案 这十几个小时里 同住的几名男子 难道没发现什么吗 你好 昨天下午就上班是吧 昨天晚上怎么起来的 昨天晚上是 家伙来家到七点半会 七点半会 其中有个同事发现在 就是水龙头的边上 发现了几滴血迹 当时呢 他只是以为可能是有人刷牙 流下来的那些血 根本就没有在意 警方进一步勘查现场 发现门窗完好 没有闯入的迹象 难道凶手就藏匿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们两个人昨天晚上什么事 我昨天就埋伏十点多了 凶案发生过程中呢 应该出租房里 其他人都在上班 单位同事都没有 也没有想到这么个事 经过事件 法医初步确定 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有可能是被闷死或勒死的 而且现场的大量血迹 并不是死者乔丽的 身上也有刀伤 但都不致命 伤口并不深 主要是还是刘某 警察说 现场的大量血迹 都是死者丈夫刘某的 而这起案件的凶手 也正是刘某 此时的刘某 经强就已经脱离了生命威胁 他承认是自己亲手杀害了怀孕的妻子 并在随后选择了自残 杀死妻子之后 他自己应该也是抱着死的形态 根据医生反应 他自己砍自己一刀 就是在手腕上砍一刀 那些确实下狠手 而且据他自己描述 当时流血 后来血流得不快的时候 他还在自己用手 就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血挤出来 所以他被褥上 衣服上 地上 把衣最后看下来的 应该基本上都是嫌疑人刘某的血 老婆死了 我等于说失去他 有什么都没有 我等于说就是想陪他死 这个结果让办案人员和周围邻居 都很意外 在邻居眼里 刘某性格温和 和妻子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经过我们警方的一些调查 外围的取证了解到 这个刘某呢 平时在公司上班 或者说是跟邻居之间的关系 还是反映到 他是比较一个平和 也是和气的一个人 没有说情绪一时会突然会波动的 这么一个人 看上去还蛮老实的 反正天天带着他老婆 在那个小区里面找来找去 听到那个女儿子哭的声音 大大的 白天塞地中 所以看到他 后来发生这个事情 我就想起了 就已经吵架了 乔丽父母听到女儿被害的消息后 伤心欲绝 他们无法接受女儿被害的事实 更无法接受 杀害女儿的凶手 竟然是女婿刘某 记者电话采访了 受害人乔丽的母亲 我爹的不会买点发力 她的爸爸昨天晚上 还在屋里扑一扇 那妈拉着她的箱 我个白就不着破坟 就找她翻她的箱 翻她的衣裳 把她的衣裳包着头 快要做爸爸的她 为何成作案凶手 就像是电视里面 主人公一样的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最讨厌别人摔东西 那时候她又摔了 我就是心里的慢慢的 心里慢慢的心情 又浮造起来了 甜蜜婚姻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痛 还有结婚的那些 家庭说谁的精神 基本上就已经到底了 全的事我会 你不要再拿钱来侮辱人了 今日说法2016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之 最后一根稻草 继续播出 刘某和妻子乔丽都来自湖北 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 但感情还算不错 案发前一周 已经怀孕的妻子从湖北老家 来到江苏昆山看望丈夫 刘某显得十分高兴 每天中午都要赶回来 为怀孕的妻子做饭 平时的家务也是她一手包办 就是这样一个在外人眼里的模范丈夫 一个快要做爸爸的人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呢 事情发生在2013年6月22日下午 当时刘某和妻子吃完午饭 躺在床上闲聊 没想到一个随意的话题 引爆了双方的情绪 南方正好中午下班回到家 那么女方正好是怀孕在身 在躺在床上看电视剧 这电视剧名字叫断奶 我吃饱了 这什么态度啊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血压都快不高了 大姐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今天大家高高兴兴的来吃顿饭 检验我培养他们两个的丰盛成果 可是呢 他就来破坏 破坏了这个大好局面嘛 你干什么 你今天疯掉了是吧 你哪根筋搭错了 你完了完了 你要干什么呀你 你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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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们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 你们挖了挖了 现在会做你们还挖了挖了 好好挖了挖了挖了 接着挖了挖了挖了 断奶是2013年的一部热播剧 这部电视剧是刘某怀孕中的妻子闲暇时最爱看的 剧中的两个80后小夫妻冲破了重重阻碍组建了家庭 然而 婚后 双方父母一边抱怨子女缺乏自理能力 一边又事无巨细的对子女的生活大包大揽 为此 双方家长还成了冤家对头 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剧中这对年轻人双方家庭间的恩怨纠葛 总让刘某的妻子联想起自己的境遇 一开始 刘某还想控制自己的情绪 尽量的回避妻子的这些话题 但渐渐的 刘某也被妻子的埋怨 带进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之中 爸你别这么对我 我知道我阿姨说话过分了 钱的事我会 你不要再拿钱来侮辱人了 安琪他爸爸当初就认为 你在客观条件上不如安琪 可我在你和你的家人面前上提过半个字吗 可我们受到的是什么样呢 你们家人就等于告诉我 我们安琪嫁给你 等于是高攀占便宜 刘某和妻子的家相距不到百米 从小一起长大 可以说是两小无猜 可是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女方家人的反对 虽然小两口一再坚持 最终让女方父母默认了这门婚事 但很快矛盾就出现了 等到快要结婚的那时候 他妈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说还要一万块钱那个酒水钱吗 我家里 因为给他家里财力钱 家里房子装修 还有结婚的那些钱 家里说实在基本上就已经到几了 我爸就是说 在他家里 就是说少给一点 我岳母他就坚持要那么多 刘某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操劳一辈子的父母 好不容易撒了十万块钱给他结婚娶妻 可是女方在彩礼 婚宴 买房的问题上不断加码 这些在刘某看来是近乎苛刻的要求 渐渐的 他有了心结 两个人的婚姻变成了两家人的博弈 甜蜜浪漫的新婚生活 也被越来越多的争吵占据 那些在刘某心里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期许和盼望 似乎也变得遥不可及 我对我爸妈和我对我脑袋上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是真的真的从心里喜欢他在乎他 我才会跟他结这个婚 我们两个人感情也就是一直来 去年在这边半年 两个人说 你就不知道多开心 我就是不想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 闲音碎语来说 来破坏我们两个 为了逃避家庭纷争的压力 为了改变女方家人的看法 刘某离开妻子 来到千里之外的昆山 谋求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 经过四年的打拼 刘某的工资 已经从一开始的三百元涨到了四千多元 眼看着日子渐渐稳定了 刘某想把乔丽接到昆山 结束长期分居的夫妻生活 如果小两口在昆山生活 不但可以远离家里的事事非非 刘某还可以全心全意的照顾好妻子 和即将出世的孩子 但谁也不会想到 日子有了奔头的小夫妻 竟然因为一个电视剧情节起了争执 最终酿成血案 电视剧段奶中 男女主人公及双方家人 因为房子问题互有猜忌 这个情节也触动了乔丽的心结 电视剧情节和现实的交织 让两人发生争执 那时候我爸哥买那套房子的时候 他亲合同那时候 我不在家 亲合同的时候是我爸的名字 就是我老婆就认为 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情节 就是说房着他 就是说耍心眼 讲到 你就像是电视里面 主人公一样的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老是因为这些琐事 在责怪这个男方 突然男方就觉得很委屈 这么多年来妻子的埋怨 家人的不理解 伴随着电视剧里的剧情 不断地刺激着刘某 已经不堪重负的内心 那个时候已经吵得很厉害 我说两个不爱吵 不爱吵 他还在吵 我那时候就用手捂他 捂他他还在跟我吵 那捂不住 他还在跟我吵 他还在跟我吵 我就那时候急了 急了就用胳膊 把他的脖子给他挽住 用手把他的嘴盖住 我把他松掉过后 那时候我做了 大概有一两十秒时间 我猛的一回过头来 看到他躺上了 我先给他 就是做了两个人工呼吸 我感觉不对劲 恢复理智的刘某才发现 妻子早已没有了气息 他马上给妻子急救 可惜为时已晚 万般悔恨 他想到了自残 我那时候等于说 就已经崩溃 我就把那第三个菜刀捡下来 在左手上面 隔壁身上横的划来一刀 当时他把自己妻子杀死之后 也很后悔 因为妻子还怀着他的孩子 当时他也不想活了 尤其是在报警之前 他给自己的父亲打了个电话 就是两条路 一条自己跳楼死 第二条就是报警 当时在电话那一头 他的父亲就会劝他还是报警自首 一念之差 刘某亲手葬送了妻子的生命 那么刘某的行为涉嫌什么罪名 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 屈心九教授 那这个罪名其实比较简单 也比较清楚 就是故意杀人 掐盆闷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那么他又是一个放任的态度 所以通常会定位间接故意杀人 那么后来他主动给警察打电话 你觉得这属于自首 那这应该通常会算是自首 因为案件发生以后 他既有自动图案的行为 也有一个如实交代自己罪行的行为 所以在事务上会认为自首行为 你对他的谅心 有一定的谅心 一念之差 他与妻儿阴阳两隔 当时他把自己妻子杀死之后 也很后悔 我想着等孩子 等孩子生下来 一切都会好 毁恨 自责 却再也换不回原来的家 而且他的日子 他都不幽默 他还是再跟他一个无关系 如果我们一味的 表达情绪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他暴力沟通 今日说法 2016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之日 最后一根稻草 继续播出 命案发生后 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 刘某情绪低落 一直消沉 我自己感觉现在就是 闲事走路一步 没有已经没有任何思想 我也会想几步 有时候既想看到他们 又怕 案发当天 准备自杀的刘某 曾给父母打过电话 但在父母的劝说下 刘某最终选择了报警自首 如今活着 却成了一种煎熬 女儿的死也给女方家人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还是挺让人觉得痛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 电话里 老人也说到 刘某平时确实老是本分 甚至不爱说话 外出打工之后 彼此的沟通就更少了 对于平日里的一些小摩擦 老人说 毕竟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 他们也没觉得这些会对刘某造成伤害 所以对于妻子的家人来说 他们至今也没能想通 刘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这个我自己在里面自己也想过 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把自己新的事情说给别人听 我就是想过自己能承受的 我就自己承受 我不想去给别人 我不想去给别人带在什么困扰 特别是家人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人 承受能力比较强的 我想我以为 我想我以为能承受 我想着等孩子 等孩子生下来 一切都会好 可是我还是没等到 刘某在杀害妻子后 特别后悔 并割腕自残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罪的表现 这样的自残行为 对于定罪量刑有影响吗 自残这个行为 肯定法律并不会给他一个正面的评价 自残也是法律一个道德 通常能否定 法律不能说 因为你自残了 所以说你有毁罪表现 接受采访时的刘某还清楚的记得 妻子的生日和未出世孩子的预产期 但是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2013年12月 刘某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好 我们今天继续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 寻找爱的法则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 是心理咨询师马成 欢迎马老师啊 你好 马老师你看这个刘某和他的妻子 其实感情挺好的 两个人虽然有争吵 但是也都是一些家庭琐事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最后他为什么就能走到这么极端的一步呢 我觉得跟很多因素相关 包括他们对情绪的控制 包括他们一直以来对彼此需求的不理解 包括他们经常的争吵 包括可能双方家庭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有很多的影响 可能正是这些很多琐碎的小事 他们没有处理好 导致了这样一个很悲剧的结果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小事他们没有处理好 那今天不妨咱们就把他们俩之间的矛盾一一的给分析一下 您看我这也准备了一个题板 首先他们俩的矛盾最先发生就是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因为买房啊 因为彩礼啊 这个事本来从两小不猜变成互生心结 我觉得对于婚姻的幸福来说 物质确实很重要 包括我们的经济条件 经济基础 但是物质并不是检验婚姻幸福的唯一标准 还有包括我觉得婚姻幸福的元素 还有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以后会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或者说两个人各自事业的发展等等等等 都是让婚姻幸福的不同元素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可以夸大这些婚姻当中美好的事物 去弱化或者说包容那些缺陷 比如说具体到这个案例来说 如果他们能够想到说把这种互相支持 去转化到说我支持这个男人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包括这个男人确实工作有起色 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淡化这种经济的压力 或者说他们的家庭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 那明白了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条爱的法则也就总结出来了 您看 物质不是幸福的唯一标准 那我们再接着说 还有什么时候这两个人产生矛盾呢 看电视剧的时候 这个妻子看电视剧的时候 联想到自己的这个处境 于是呢就气不打一处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按说我们想 哎这至于吗 不至于 为什么会这样呢 呃我们说其实吵架是一种沟通 那沟通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情绪 然后呢一个是他就要表达的需求 那如果我们一味的表达情绪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叫他暴力沟通 因为往往这种暴力是指什么 是我们沟通已经对对方造成了伤害 比如说我们一味的宣泄愤怒 一味的去唠叨他 打击他 然后那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要非暴力沟通 就是我们要用一种爱的语言 或者说接纳的语言 比如说第一表达清楚自己的需求 对第二倾听或者说去思考 对方的语言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照您这么说 吵架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对吵架是一种沟通 在这个案件里 比如说女方的需求是什么 女方的需求可能是 哎这个我要给我的家人一个交代 在我的家人可能不断的提出的这种经济方面的需求 哎包括这个买房子的事 可能哎你的爸爸是不是不信任我 是不是有避忌 可能女方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因素 所以说那他呢一直唠叨这个男人 哎你们家怎么那么穷啊 或者说唠叨男方的家庭 没有给自己很好的这个经济支持啊 然后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就会变成这种攻击 然后让这个男方就难以接受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很好地表达出 你真正想通过吵架来表达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说真正沟通是什么 你要第一点 你要表达清楚你的需求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你也要倾听对方背后 在表达什么样的内容 听清楚对方一直在争吵 他到底要说什么 如果你男方能够去听到他这个表达背后的需求的话 可能这个架也不会这样一直争吵下去 这样的话你能更理解对方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条爱的法则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吵架的艺术 那我们再来看他们之间的矛盾 就是有人说过说这个再恩爱的夫妻啊 他们之间可能也有500次想掐死对方的这个冲动 当然一般人不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片中今天说的流氓 他真的就这么做了 他真的最后就杀了人 可以说呢 他没有把自己这个烦躁的情绪克制住 把他升级为犯罪 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生活中啊 脾气特别好的人都会 可能会因为一个点就暴怒了 对对对 这个当事人也是 就是他脾气一直特好 所以说明他平时就习惯性的压抑了自己的负性情绪 大家都说他不像这样的人呢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这个负性情绪 很正常 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生气愤怒的时候 给他宣泄出来 你要找到一个方式去合理的宣泄自己的情绪 其实情绪是可以改变情绪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烦躁的情绪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有点愤怒的情绪 忧伤就可以改变烦躁的情绪 比如说刚才那个男人 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示弱的话 比如说他说 我其实为这个家庭也付出了很多 然后我也知道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然后我也为此付出了努力 你看我们两个生活也不容易 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唤起的是当年的美好 就会产生一种忧伤的情绪 那这个时候这个烦躁自然这个烦躁的情绪是被转化出去的 对 所以我认为其实学习好管理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也是保证婚姻品质 或者说两个人能够很美满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那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总结的第三条爱的法则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今天我们学习了三条爱的法则 这三条法则告诉我们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再幸福的婚姻也有矛盾和争吵 其实呢争吵也不完全是坏事 通过争吵我们能够知道彼此需要什么 学会吵架的艺术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这些爱的法则会使婚姻更安全 更有质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马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道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